听懂了财宝目标 我们进入基本会计准则的核心内容 先看头一个叫会计基本假设 什么叫会计基本假设 说到这儿呢 我们必须得提示一下会计立行的特点 会计这个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类 会计隶属于社科类 社科类是个什么科学 社科类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 人家这个自然科学研究的东西 都是客观存在的 什么A和B活的一块产生C 人家是玩这个的 社科类纯粹是空想 什么哲学啊宗教啊政治啊 这东西全是空想派 在这儿呢 它具体来说属于社科类的 管理类里面的工商管理 这是会计的根 所有的社会类学科 就是社科类的学科 它都得要对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 做出各种的合理的假设和铺垫 你比方说会计 会计研究啥呢 研究企业资金运动啊 你描述的就是企业资金运动吗 我说的是查误会计啊 那么这个资金运动 它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来发生 我们在研究这个行为之前 先对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的资金运动 所处的时间 空间 环境背景 做出各种各样的合理假定 这就叫基本假设 相当于基本假设 实际上就是对会计的研究对象 所面临的环境的一个提前的理论假设铺垫 在这的话呢 是一种合理铺垫 没有这个铺垫 很难展开 所有的社科类学科都要做这个假设 OK 几个啊总共 总共是四个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 货币计量 那么这个基本假设 在整个的理论框架里面 是个什么结构 你看一下 会计基本假设 是会计理论体系的一个基座 最基础的部分 有了这个各种环境的前提假设铺垫之后 再搭建基本会计 一般原则 一般原则 一般的话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原则呀 会计核算基础呀 就这些东西 这俩合在一块叫基本的会计准则 我们说的这个基本会计准则 主要说的是他俩 这张讲的就是基本会计准则 有了基本会计准则 上面搭的是具体会计准则 所得税 收入 存货 固定 无形 投资性房地产 私产减值 什么金融工具 这一堆 那是解决具体问题的 在这呢 这些具体准则 和这个一般的这种 所谓的基本准则 构成整个会计准则的体系 这是我们会计的这行的理论框架 目前有几个 一个基本 斜的42个具体 这是咱们说的会计理论的框架 我们这本书 会计啊 就是完整的展现 这个准则体系的 几乎是完整的展现 差不多是全了 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注册会计师的会计 就是会计的大词典 会计的大词典 他介绍的 头一章是基本准则 往后注意啊 从第二章开始 全是具体准则 行了 咱们开始逐一介绍 基本假设 到底包括哪些 所谓基本假设 是对会计的确认 计量报告的前提铺垫 是对会计核算所处的 时间空间环境 所做出的合理的 环境假设铺垫 包括有 会计主体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 会计分歧假设 货币计量单位假设 这四个基本假设 我们要求大家 必须要把这四个名字记住 另外 关键是理解他 到底想说啥 先整头一个 什么叫主体假设 先说啥叫会计主体 会计主体是会计的 确认计量报告的空间范围 比方说华为公司的会计 它要描述的资金运动 是华为公司这个特定空间 范围内发生的资金运动 而且站在华为公司角度 进行的描述和反应 华为公司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我是苹果公司的会计 那在我的账本里面 当的就是苹果公司 这个特定空间内发生的 站在苹果公司角度的资金运动信息 苹果公司就是会计主体 这么说吧 你描述的是谁的资金运动 那个谁 他就是会计主体 你是A公司的会计 你是描述A的资金运动 A公司就是个会计主体 问题是这种单位组织 他怎么就会变成会计主体呢 在这的话呢 什么时候他会成为会计主体呢 注意经济上只要独立核算 你经济上独立核算的 这种组织和单位 他都可以成为会计主体 比方说一个经济上独立核算 就算他是个车间 也可以成为一个会计主体 他很多企业的话呢 为了对每个车间的经营绩效进行测试 他把每个车间定成一个独立核算状态 那么这个车间和其他车间的交往 当作一个正常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市场交往 在这种情况下 你站在这个特定的车间角度 这是个设定的这么一个独立核算的空间范围 你需要站在这个特定的空间角度 描述这个特定空间内的资计运动 于是这个车间也会成为会计主体 当然我们这一般说的都是企业 注意啊 看一下 企业是最常见的会计主体 因为企业的话呢 一般都是独立核算 我们才有必要设置会计 描述这个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资计运动 在这儿呢 写集团是啥意思 写集团是母子公司构成的经济联合体 母子公司构成的经济联合体是啥意思 来请看题版 甲公司持股以公司80% 甲公司持股秉公司90% 这个持股80%和持股90%意味着什么 我们解释一个词叫同股同权 什么叫同股同权 简单说呢 你的持股比例代表着你的表决权比例 比方说甲公司在乙公司持股80% 那甲是乙的最大股东 它的持股比例达到过半 这就意味着甲公司在乙公司股东大会 或董事局开会的话 只要他一举手 就代表着对这个决策的80%的表决意见 同样道理 对丙的话就代表着90%的表决意见 这个意见代表着什么呢 在大部分的决策里面 一般的股份制有限资认公司 我们这设定的一般都是股份制有限资认公司 在股份制有限资认公司里面 绝大部分的决策叫过半表决 所谓过半表决啥意思 就是只要你是过半表决超过50% 不包括50%表决比例达到 超过50%不包括50% 这个决策就通过了 那就意味着甲公司在乙和饼的股东大会 或董事局会里面 只要他一举手 这个决策一定是通过的 在这种同股同权过半表决的前提下 甲公司会通过持股过半 完成对乙和饼的重大决策的控制 这就属于控制状态 那么甲通过对乙的持股过半 对饼的持股过半 完成对乙和饼的控制 引发的另外一个关系是 他们的关系会变成母子公司关系 甲公司是母公司 乙公司和饼公司是子公司 看见没有 他们会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联合体 这种母子公司构成的经济联合体 叫啥 叫企业集团 所谓企业集团就是母子公司 构成的更大的经济联合体 它是一家子嘛 集团 那你说在这儿 它有几个会计主体 四个 我给你数着 甲乙丙 三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杀企业肯定是三个会计主体 他们要各自编自己的财务报表 各自会认定自己的会计空间 认定这个空间内发生的自己运动 但是由于他们杀构成的经济联合体集团 也有必要站在集团层面 来描述这个集团空间范围内发生的 站在集团角度的这个资金运动 他出的那个报告叫什么 叫合并会计报表 简称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就是把集团当作会计主体 出的集团空间范围内发生的资金运动报表 几个会计主体 四个 读一遍 且集团是母子公司构成的经济联合体 就是刚才所说的母子公司构成的集团 集团也是会计主体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车间 车间不是说一定会成为会计主体 只要它经济上独立核算 我说的是只要它经济上独立核算 它就有必要成为会计主体 它如果经济上不独立核算 它就不是会计主体 事业单位啥意思 你像卫生厅 卫生局 这都是事业单位 那么这些部门的话 它本身也有它的财务的 经济上独立核算的必要 它也是经济上独立核算的一个主体 它也得设置会计来描述 它的这个空间范围内所发生的资金运动 人家那个叫形成事业单位会计 这个的话属于体制内的会计 这个本身的资金运动 跟咱们这个普通企业是不一样的 企业的资金运动长这样 看见没有 企业的资金运动是一个闭合的圆圈 它是每天在赚 企业的资金运动在赚 赚的目的挣更多的钱 然后挣了钱之后再投入 然后再赚钱这么赚 它始终是有回头钱的 这是企业的资金运动 那个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运动 长这样 比方说卫生厅 他缺钱了怎么办 要啊 要完之后花啊 花完之后没了怎么办 接着要啊 就这样子的 他就是打预算要 要完之后接着花 花完之后再要 就这么一个思路 人家的资金运动长这样 这是那个政府会计的最大资金特点 这是企业的资金特点 所以说呢 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但不管怎么说呢 它都是个特点的空间范围 它都是经济上独立合成的组织 它都有必要设置会计 因此它都会成为会计主体 OK 会计主体跟法人有什么区别 首先说什么叫法人 法人这个词 它是从法定人格简称过来的 什么叫法定人格呢 就是有些单位啊 有些组织 法律上为了方便他行使自己的权利 承担自己的义务 我法律上 我给这个单位组织一个等同于自然人的这么一个人格 听懂没有 叫法定人格 简称法人 接着法人肯定不是人 法人肯定不是人 在这的话呢 不是骂他 法人真的不是人 但是我们很多经常采访一些企业的这个高管 尤其是董事长啊 或者总经理 我是法人 就天天这么说 他等于说 对谁给人说 我不是人 你不能这样侮辱自己主要 你只能说你是法人代表 但不能说你是法人 法人是个单位组织 肯定不是人 为了方便他行使权利承担义务 我给他一个人格 他才会成为法定人格嘛 那你告诉我 法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法人最起码 经济上是独立核算的 你想想你经济上不独立核算 你怎么能够独立 行使你的权利承担你的义务啊 所以说呢 法人肯定是会计主体 因为法人最起码条件就是经济上独立 那么会计主体一定是法人吗 不一定 来举个例子 那刚才那个假公司持有乙公司80%的股份 持有丙公司90%的股份 刚才说了几个会计主体啊 数的 假一个 乙一个 丙一个 还有什么 集团一个 几个会计主体啊 四个 四个会计主体 那在这儿 几个法人呢 刚才咱们设定的是股份制 有限责任公司 每一个股份制 有限责任公司都是法人 这里面是三个法人 在这儿 关键问题是 集团 不是法人 法人在认定时 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法人不能出现 大法人里面套着个小法人 法人和法人之间 必须是严格的 绝对的相互独立 因此在这儿 集团 他可以是会计主体 但他不是法人 贾乙丙是法人 在这儿 集团是会计主体 但他不是法人 因为法人的认定 必须是相互之间 完全的绝对独立 不能出现大法人里面 套着相法人 就包括刚才说的 那个独立核算的车间 你可以成为会计主体 但你肯定不是法人 你所在的企业 有可能是法人 那么企业里面的这个车间 永远不可能是法人 这就刚才所说的 一个特例 所以在这儿 你看他这个总结 法人是享有 民事主体资格的单位组织 法律给他一个 自然人等同的人格 以方便他行使权利承担用 法人经济上 首先是独立的 你从这个角度说 法人就会是会计主体 但是会计主体 注意啊 不一定是法人 尤其像刚才说的 企业集团 他就是会计主体 但他不是法人 包括独立核算的车间 你可以成为会计主体 但他绝对不会是法人 这是咱们说的 有关法人和会计主体的关联 行了 接着说 会计主体假设是什么意思 会计主体假设 简单说 就是会计应当只为特定的会计主体服务 要求企业应当对其本身所发生的交易事项进行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 反映本身所从事的各项生产基因活动 明确主体是对开展确计量报告的一个最起码的重要的这么一个空间界定的前提 啥意思呢 就是主体假设其实解决的问题是 你站在谁的角度 反映谁的资金运动的这么一个立场问题 这个立场很好把握吗 在这的话呢 有的时候还真不好把握 举个例子 这个人叫张三 猪头张三 三根毛啊 他呢 开了一家饭馆 叫非吃勿扰面馆 就是不吃不要来扰 你来的话就要吃 必须吃 这个面馆 这个面馆的话呢 开了面馆之后 这一年呢 挣了三百万的净利 这个面馆的话呢 肯定是比较特殊的这种长寿面 吃完之后会长生不老 所以说呢 趋之若五 一群人排着队吃 实现净利三百之后 注意他一高兴 张三啊 张三特别高兴 猪头三 特别高兴 从里面拿走了十万块钱 打麻将 打麻将是他家庭的 或者朋友的个人聚会嘛 结果呢 手机不好 亏了 这就是事情的发展的一个全貌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张三老板 注意啊 他让他的面馆的会计 说这样吧 我这个打麻将的话呢 就是手机不好 亏了 这绝对是个意外 平常我手机可好呢 一般都是挣钱的 亏了 你看你这个会计 把这个亏的这十万块钱呢 给我做到整个公司的账上 怎么做呢 叫借记营以外支出时 待记一行送款时 我就问你这样做对不对 我们在这儿的话呢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 这个企业 作为会计来说呢 你站在企业角度思考 你注意啊 从会计角度来看 这个张三是企业的外人 有的人觉得不理解 他不是老板吗 这叫老板也是企业的外人 叫外部人 那么我们作为会计主体 要求什么呢 你这个企业要站在 自己的特定角度思考问题 会计必须把业主 职工 其他企业 当作这个主体之外的 个体来看待 具体来说 表现成什么呢 就是打麻将这个事 咱们需要往前翻 你拿麻将 这个钱十万块钱 是不是从我企业撤的钱 我企业只看到 你从我这拿走十万块钱 你干什么去 这不是我企业行为 是你的家庭个人行为 你说你打麻将亏了 你自己手气差 这是你的家庭个人行为 不能扯到企业头上 不能做成企业的意外之处 知道吗 这叫张管理代了 那么企业的正确做法 应该是什么呢 从你拿钱这步开始 你就要做 你要么做撤资 你要么给我打白条 相当于从我那借钱 所以说呢 这个张最正确的做法 不是做企业的意外之处 而是应该做 接其他应手款时 带银行损款时 打结条 要么就是你从我这撤资 接时收资本时 带银行损款时 这才是抽走十万块钱的 真正表现 通过这一正一反 我们想说一个事 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业主 当作企业之外的 一个独立个体来看待 你不要把他的家庭 从个人行为跟企业行为 弄到一锅里面 这样做 才能保持企业的纯洁性 才能保持这个企业的账 只为这个企业的特定空间内 发生的资金动来负责 这样才能保证 账的纯洁性 和他的真正为企业角度来负责 你要搞清楚你的角度 你的立场问题 所以在这的话呢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非常关键 你看我们经常去基层啊 搞调研 你去问那些基层的业主 就是做小买卖的 或者说小企业的业主 说你今天挣多少钱呢 哎呀 疫情三年没挣啥钱 反正是不亏就行了 我告诉你 他并不是客气 他真不知道他挣多少钱 我们经过调查 发现很多的私营企业主 他犯一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他把他的家庭开支 跟企业的开支 弄成一锅酱子 分不清你是你 我是我 那你这个账的话呢 就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说呢 主体假设特别关键 主体假设要求是 我这个账上只登 特定主体的空间范围内 发生的资金运动 而且一定要站在 特定主体角度来思考 不要把业主的行为 职工的行为 其他企业的行为 和我们这个特定主体的行为 混在一摊 这就是保持纯洁性 来再读一下 简单说呢 要为特定的主体服务 这个假设要求只对 特定主体发生的 这个空间范围内的交易事项 进行确认这两报告 而且是站在这个特定主体角度 去描述 不要把业主的个人行为 职工的个人行为 其他企业的行为 跟我们的特定主体的行为 混在一起 一定要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是个立场问题 解决的是个空间界定问题 非常非常关键 如果这个主体假设出现问题 你这个账就是一笔糊涂账 目的 划定空间范围 就是我描述的是 哪个空间范围内发生的自己运动 而且是站在哪个主体角度思考问题 将会计主体的事项 和其他的参与人 包括业主 包括其他的会计主体的事项 区分开 核心目的是签订核算范围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立场问题 注意啊 这个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 这是个立场问题 你得搞清楚 你的屁股坐在哪 你的角度是谁 这点非常非常关键 主体假设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听懂就可以 再来看第二个会计基本假设 叫持续经营假设 所谓持续经营假设 就是假定企业不死 为什么要假定企业不死呢 因为企业早晚会死的 胃软牛吧 早晚会嗝屁的 苹果牛吧 早晚也会嗝嗝屁的 不过这句话呢 说的时候要注意场合 我当时在讲这个新的会计准则 尤其是讲到这个持续经营假设时 请我上课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人民商场 我当着这个人民商场 这一百多个会计呢 假嗨了 我说你看啊 你们人民商场牛吧 早晚也会死的 哇 这个头一排的那个领导的脸色 夸一下就落下来 中午饭没人管我了 饿着你 谁让你胡说八道呢 讲课费差点都没给 所以说呢 你一定记得 你如果是给阿里上课 你一定要说 那个腾讯早晚会死的 你给腾讯上课 你得说 那阿里早晚会嗝屁的 注意这个角度 不过在这儿呢 的的确确企业早晚会死 那他为什么要假定不死呢 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原理 假定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 不会破产被清算 假设他的经营活动 处在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 这是他的真正的核心目的 就是在目前来看 你没有死的症状 我就假定你不死 就这么个意思 目前没有正常证明 你这企业要嗝屁 那我就假定你不死 然后呢 你的所有的经营活动 都在一个正常的背景下来展开 问题是这东西有什么用 用处特别大 比方说 周延啊 这个目的在这儿 我们这儿买了个车 大货车奔驰 奔驰多少钱买的 一百万 这个车能跑多久 十年 假定这个车在十年之后 一分钱不剩 化为空气消亡了 没了 没有残职 我们会计上有一个叫 直线法折旧 啥叫直线法折旧啊 就是假定折旧进度 跟时间程正比的关系 按照十年拆 一年的折旧拆十万块钱 这叫直线折旧 或者叫年限平均法折旧 这种折旧 注意啊 在操作时用的假设前提 就是持续经假设 怎么理解呢 你比方说 你为什么出一时啊 你说你为什么出一时 啊这个车能跑十年 当然出一时了 第二个问题就会问死他 你凭什么认为企业 未来十年不会死啊 如果没有持续进行假设的话 这句话是解决不了的 你当时我这个 炼过气功 开过天眼 我真炼过气功 我炼的那个叫真气运行法 结果炼差气了 这个气堵在这下不去了 就必须趴到那个床上 拿枕头垫在这 把这个气憋出来 要么打嗝 要么放屁 就两条线 哇这个炼气功可不能随便量 那都是骗人的 比方说我炼了一个超级的气功 把天眼开了 我一看这公司啊 能活十二年 于是呢 我可以踏踏实际上 这十年来体着就 我要说了 他这公司能活七年 你这应该出一期才对 那问题是没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的话 有也是神经病啊 所以说的话呢 没法预测未来哪年 企业嗝屁 这个时候要想解决 刚才的第二个问题 只能假定 企业预计未来不会死 等着我再重新问一次 为什么出一时啊 因为这个车能跑十年 那你怎么知道 未来十年它不会死亡呢 因为我们有持续进行假设 因为我有这个假设 我才可以踏踏实实的 按照十年来体着就 我预计它未来不会死 我可以踏踏实实呢 十年来体着就 你看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出来 它就不会出现所谓的bug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持续进行假设 非常非常关键 它就为整个的会计工作开展 提供一个正常的要背景 就包括你每天上班 你拎着包啊 拿着手机去上班 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在默想 这公司好好的 不会死的 包括你跟银行签协议 我要贷款 你不能说呢 给银行这样说呢 咱得说清楚啊 我这钱只不能省天 就个儿屁了 无论从银行角度 还是从你这个借款人的角度 大家都在默认 企业未来不会死 这是一个持续进行假设的 这么一个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的所有的进行活动 才是一个正常的背景 OK 再来一遍 持续进行假设 是为会计活动的开展 提供正常的业务背景 在这个正常背景下 我们的所有的会计核算 都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这是我们这个假设的核心目的 就是为整个的会计核算 提供一个正常背景 在这儿呢 前提是 目前没证据证明他要死 于是我就推定他 未来不会死 我所有的会计操作 全是一个正常背景操作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前提 且是否持续进行 在会计原则方法上差别很大 只有假定 未来不会破产被清算 你的会计核算 才可以在正常背景下来展开 但是我们知道 你这是假定他不会死 比方说 目前有证据证明他真要嗝屁了 你这个假设还能用吗 不能用 啥实话 比方说 破产公告发布时 当有证据表明 破产公告发布 是证据表明 企业不行了 这破产公告长啥样 长这样 破产公告的话呢 核心问题 其实就一句话 你像那个三路南翻厂的破产公告 我见过 那说的非常严谨 是定于2008年9月12号 这个宣告三路南翻厂破产 然后呢 所有的债券人及相关利益相关人 要在什么什么时间 报送你的个人信息 我们组成破产新算小组 来处理三路南翻厂的破产清算事宜 说的多么的文雅 其实就一句话 所有的债券人都来吧 干嘛 分了他 咔 盖个章 一般都是法院宣告他破产 到了这天 注意 这公司真就不行了 他这公司会被谁接管 叫破产清算小组 破产清算小组 由谁组成 注册会计师 我们注册会计师 干这行 由这行 然后的话呢 有债券人代表 有职工代表 有股东代表 大家组成清算小组 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破产清算先干嘛 先安置员工 把严工安置完之后 把欠国家的税款还了 然后开始按照债券人的顺序 还债券人 到最后归股东所拆分 基本上公司到了这份上 股东一分钱都没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公司将会被破产清算小组 所接管 他的所有的会计核算 都是一个词 贴封条 拍卖瓜分 用的那是最新的伎俩口径 他和原来的那个 持续经营状态下的会计核算 完全是翻天覆涕的另外一种 专门会计 他这个会计叫破产清算会计 这会计没人学 应该说只有我们注册会计师 才有资格学 你说你这个考会计师 考高级会计师 你学破产清算非常不吉利 人家的单位招聘 财务总监 说你最擅长什么呀 我最擅长破产清算 什么时候单位你死一次 让你看看我的身手 直接把你踹出去了 破产清算 只有我们注册会计师有资格学 这叫送中 叫临终关怀 这种会计本身的话呢 特别不吉利 但它的确有 来 接着说 当有证据表明他不行了 这个假设将自动消亡 将会有清算小组接管 会计核算改为破产清算会计 叫送中会计 或者叫临终关怀会计 或者叫超加会计都行 这是他的例外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持续经假设的前提是 你目前没有证据他要死 你就假定他不死 你的所有的会计核算 都是正常背景操作 一旦有正常的客观的证据表明 比方说破产公告都贴出去了 这公司嗝屁了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持续经假设瞬间消亡 这个企业将会被清算小组接管 你的会计将会改成破产清算会计 这是一种专门的会计 这是咱们说的有关持续经营假设的含义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基本假设 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假设的内涵 是将企业持续不断的资金运动 人为的分割为若干期 以分段提供快信息 这里面呢 我们画一个企业资金运动的态势图 这就是企业的资金运动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模拟图 它是个闭合的圆圈 你注意一下闭合的 它这个企业的话呢 它这个钱不断的这么赚 不断的这么赚 损环嘛 不断的投入 然后铲除 回来之后接着再投入 是这样的 实际上企业一旦开张之后 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 是没有客观的界点 跟我们划分的 不是说呢 说到了月底停会儿 等这个会计做完账 咱们接着往下转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较真的话呢 企业的资金运动只有两个点 一个是七点 就开张那天 一个是关门那天 但是人家呢 雇你当会计 不能说呢 你这天天歇着 说为什么你不干活呢 说我们等着它停下来 关门那天 我一块给你算总账 那你的会计的存在意义在那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说呢 你不能从客观的界点 去分它的所谓的分段 在这儿呢 你就得人为的给它应分 怎么办呢 按照年 按照月 按照季 月季 半年年 四个档次 把它这个资金运动 切成肉干段 以分段提供会计信息 分段提供相关的财报告 这样的话呢 才能真正起到会计的这种 随时的核算 反应监督的真正目的 所以说所谓的会计分期呢 简称人为分期 它强调的是人为分期 再读一遍 会计分期是把企业 持续不断的资金运动 人为的分成肉干期 提供分段信息 它这个段有四个层次 刚才说过了 有按月的 有按季的 有按半年的 有按年的 按年初的那个叫年报 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个年报的话 是企业提供报告里面 最重头的一块 按照季度 月度 半年度 出的那叫中期报告 中期报告 这个半年度是怎么算的呢 1月1号到6月30号 是上半年 7月1号到12月31号 是下半年 这个很好理解 季度呢 一年几个季 春夏秋冬季 我们有一些实习的学生啊 到人家单位实习 麻烦你把你的春季账 跟秋季账拿来 那主管都听懵了 说你们的学生太浪漫了 在他们的印象里面 春季账是绿色的 夏季账是红色的 秋季账是黄色的 冬季账是白色的 没有那么多色 我们会计上非常的直白 1-3是第一季 4-6是第二季 7-9是第三季 10-12是第四季 没有春夏秋冬季 没那么浪漫 注意啊 月度呢 一年几个月 一年12个月 1-3-5-7-8-10-12 这七个月是大月 每个月31天 剩下的话 二月份 润年29天 平年28天 然后是 4-6-9-11 对 这四个月 它是小月 每个月是30天 这些得知道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提利息的问题 行了 这是它的划分标准 分期的目的是什么 会计分期假设的目的在于 分段提供会计信息 以达到实时的反应监督的 这么一个资金运动的目的 那就是通过这种分段提供信息的话呢 可以达到对会计来说的话呢 随时监督反应核算资金运动 达到一个随时监控的这么一个管控目的 再看第四个基本假设 货币计量 在这儿呢 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会计的资金运动 描述它为什么使用货币作为主要的测量尺度 或者说呢 它挑货币来计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先看它的核心意思 货币计量是会计主体在财务会计 确身计量报告是以货币来主要测量 描述它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这儿我们一定要解释 为什么要挑货币 我们先简单举个例子 比方说呢 我们这儿有一家企业 它有一栋房屋 一台汽车 一条麻袋 你会发现这个房屋的话呢 它的实物测量尺度叫洞 一栋房子两栋房子 这个汽车呢 论台也有论量的啊 麻袋呢 论条 这叫实物测量尺度 这个实物测量尺度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啥问题啊 不能够串用 比方说 一栋房屋 一台汽车 一条麻袋 说总共你们这个企业有多少资产呢 三栋台条 房屋 汽车 麻袋 这个本身就不是人化了 所以说呢 在这儿 这个实物测量尺度呢 它注定是一个辅助测量 不是主干测量 它不具有可比性 不具有对比性 不具有无差别性 不具有加总系统性 那怎么办呢 你得去找出它的共同属性 这三种东西 它的共同属性是都有价值 这个时候 拿货币测量 才能够进行无差别测量 比方说 一栋房屋 价值一百万 一台汽车 价值三十万 一条麻袋 价值一块钱 看见没有 那你这个企业的总资产 就是一百三十万零一块 显然呢 通过刚才的对比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货币作为主要的测量程度 是有它的无限的优越性的 它比这个栋啊 台啊 这种实物测量尺度 具有无比的可对比性 无差别性 而且可系统性 这是为什么货币作为它的一个最核心的 计量手段的最根本原因 是因为它有无限的优越性 那货币计量单位假设 既然算货币作为主要测量尺度 它的核心意思又包括哪些呢 先看第一个 会计计划 会计只反映那些能够用货币表达的信息 这句话傻意思 我们读完它 如果一个信息 本应纳入会计核算体系 但是苦于无法用货币来表达 则只能将其无奈地排除在核算范围之外 比方说人力资源 本身是一个关键企业的资产 但是呢 目前它没法定价 无法做到可操作性 因此大部分企业是不反映人力资源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我先给你画图 比方说 这个圆圈代表着我这个会计主体的所有的资金运动 这个圆圈代表着我的会计主体 就是这个企业特定主体 它的所有的会计的这个应该反映的资金运动 这里面呢 一般来说 注意啊 我说的是一般情形 或者说大部分 这个资金运动是可以表达成货币信息的 大部分可以表达成货币信息 什么叫大部分可以表达成货币信息 通俗说法就是能换成货币来计量 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这个设备值多少钱 这个车值多少钱 这个材料值多少钱 这都有数嘛 就是大部分的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要素啊 你的会计的要素 反映的内容 大部分都能折成货币 但是有一些真的是折不成货币 比方说人力资源 这个人力资源是啥意思啊 你比方说 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将来考过注册会计师到事务所及应聘 你会发现会计师事务所是个轻资产的企业 这么说吧 这个企业就没什么资产 它的主要实力得靠人 那得是注册会计师啊 那是他这个企业核心的资产 但是你能想象注册会计师 对这个人是定价的 有吗 没有 做不到的 但是呢 这个人力资源是这个企业最核心的资产 只是定不了价嘛 再比方说律师事务所 那人是最值钱的资产 但是你看哪个律所 里面对人单独有定价 说这个 这个大律师张三 有一个账专门核算他 叫人力资源账 初始成本多少钱呢 87万5买的 一看说摘要啊 是当时他报价100 打了个875折 87万5买的 买完之后呢 让会计跟着他先去做体检 看看这哥们能活多久 医生出了个意见 说这个人能活10年 问题不大 有效工作年限按照6年算 于是按照6年来进行 所谓的摊销折旧 由于他的服务效能逐渐下降 采取加速折旧法 结果呢 这哥们干活推卖力 喝酒喝大了 未出血送到医院 会计听这个事 马上就跟过去 看看他活着没有 发行成他抢救 于是进行人力资源减值提取 解资产减值损失 带起人力资源减值准备 这正提着呢 那边医生说了 他已经咔屁了 马上做人力资源报废处理 借记引以外支出 借记人力资源减值准备 带起人力资源 一个人力资源到这就画句号了 终止确认了 我们这聊的这东西 你觉得像说段子 但是将来真的有可能 对人定价是这么合算的 但是目前是真做不到 所以说呢 有些企业尤其是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人力资源是他的核心资产 但是苦于没法定价 我刚才想的这个段子 是将来的未来的愿景 但目前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把它排除在 核算范围之外 我只能核算这个信息 就是能折成货币的 我再反应 折不成货币的 我就只能把它排出去 这是它的局限性所致 这是我们这个会计的局限性 没办法 来再读一遍 会计只反映那些 能够表达成货币的信息 如果一个信息 比方说像人力资源 它会计是应当核算 尤其是像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这种公司就只能称着呢 人是它的最大资产 但是呢 你没法定价 那只能说我不反应 这就是它的一个遗憾性 但是什么东西也有特殊情况 有的行业 人是有价的 这两个是著名的球星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地球人都知道 没息 身价当现在没这么贵了 我估计可能连五千万都不到了 但是曾经干到过两亿欧 这个呢 C罗也在半退休状态 前段时间来中国的话呢 因为身体问题 结果呢 放了我们国内球迷的鸽子 它的身价的话呢 目前掉的比较狠 大概两千刀 两千欧吧 差不多 那在这儿呢 这些人都有价 所以说呢 你去看这世界杯比赛 看什么亚洲杯比赛 你看到的是球场上 双方各占十一个球员 拼命在那抢球 但是我作为一个私生会计 我看到的是 在一个固定资产 在一个固定资产的场馆 双方二十二个人力资源 在拼命的去抢一个存货 大家都在争取把这个存货 通过自己的脚 送进对方的第一值一号品 那就是球门里面去 那么你看 一个八千万的 把这个存货 传给了一个亿的 一个亿的八角怒射 这个存货 穿过了对方 两千五百万欧的那个当 进入了对方的球门 也就是第一值一号品 于是球进了 耶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这种解析才是真正的 会计本质意义的足球比赛 也就是说呢 在球场上 每个球员都是人力资源 都是有价钱 球场上看到球员 只要一受伤 第一反应 体检值了 抬下去了 废了 人力资源报废处理 在这个行当 人真的是有价钱的 但是毕竟我们说了 这种俱乐部 是一个极其小众的企业 在这儿呢 绝大部分企业 对人是订不了价的 那你说 董宇辉 对东方真算 这个公司来说 他那个宇辉同行 也是东方真算的子公司嘛 他这个董宇辉的价值 IP到底是值多少钱 没价值的 他一天能卖1.5个亿 你说他值多少钱 有朝一日 我也能卖 1.5亿 金巴不为弊 金巴不为弊 那天的话 我的IP也很值钱的 那时候我就脑袋上贴个 我值多少钱的 这么一个标签 到哪都给别人显摆 看见没有 原价是都好 我还能多活多久 我用加速贪销 我目前还剩多少 折余价 贪余价 以提准备是多少 报告列多少 这是我的一个愿景 真的有可能会实现 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 只能采取忍痛格爱 不反应 再看第二个 币值稳定 币值稳定是啥意思 我跟你说 币值应该长这样 这个币值呢 一般的话呢 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子的 就波动幅度很小 偶尔有剧烈波动 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很稳的 这么一个微波状态 这是事实 那么事实上 币值在天天在动 随时随刻在电 那在这的话呢 如果说你非得说币值稳定 这不就是违反事实吗 我告诉你 是没办法的 如果你非得较真 说这个币值是波动的 你就必须随时调币值 那你这活就没法干 你比方说你买一个电脑 两万块钱买的 从你交易成立 到把它装上车 到你装到你的工作台上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币值发生了无数次变动 那么你的两万块钱 当时的初始的买价 是你当时那一刻的币值的一个数字 那他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得变无数次 那你快就别干别的了 天天去调他的入账就完了 所以说呢 在这儿 如果你非得要较真 币值是波动的 你要随时调价值 你的数据就没法稳定 你没法稳定 就没法进行加工 没法进行传递 没法进行使用 因此我们采取的方式是 当你的币值波动不大 就长这样的时候 我认为你的币值就是一条直线 你今儿买它两万 明儿还是两万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让信息有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 我才可以在这个状态下 进行加工它 传输它 然后对比它 进行所谓的使用它 在这儿呢 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为了保持信息的稳定性 币值稳定 就是说当币值波动幅度不大 我可以假定它是不变的 前提是注意啊 币值波动幅度 波动幅度不大 才可以这样假定 来 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货币尽量单位 假设两个含义 我再重复一遍 重复一遍 第一个 会计只反映货币信息 这是它的局限性造成的 没法表达成货币的 我就不反映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 假定币值是不变的 前提是波动幅度不大 才假定它不变 来看这个假设的目的 这个假设的目的就是 由于货币是最大限度 无差别性和统一性 所以说呢 拿它作为主要测量尺度 是有无比的优越性 或者说呢 是肯定是拿它作主要测量尺度 没办法 因为它是最具有 无差别性可对比性 刚才说过这个事了 那你说其他的实物手段 是不是就没用了 什么动啊 抬啊 条 那个东西是作为辅助手段 不能作为主体 这点搞清楚 显然这个假设的目的 就是提供主要核算手段 或者叫主要核算工具 提供主要的核算工具和手段 另外 我国有一个规定 看一张 快递核算以人民币 做记账本位币 这有一个新词 什么叫记账本位币 在这请看提板 你看一下它这个币种的表达方法 我们知道货币分好多种 看一下这是什么货币啊 USDollar 美元 这这个长得像蛆一样的东西 叫什么 这呀 这英镑 最值钱的一个货币 这个呢 长得像饭叉子的 这叫欧元 欧元 Hong Kong Dollar 是港币 人民币这个大家都熟 还有这个叫Japan Japan就是日元 小日本的那个 在这呢 我们做一个脑筋急转弯 比方说呢 你正在街上溜达 发现地上有 一美元 一英镑 一欧元 一港币 一人民币 一日元 捡哪个 这个问题是个脑筋急转弯 我们做过无数次测试 我见过比较崩溃的答案是 这个得去打电话 问你看哪个货币更值钱 再捡哪一个 你这正在打电话 问哪个货币更值钱 应该先捡哪一个的时候 旁边的要饭的 就会给你兜讲 这个时候知识越多 反而脑子越慢 正确的做法是 当你看到地上有这六块钱 既然要奋不顾身的 扑上去 对 扑上去 张开你的两只手 和两条腿 把它盖住 证明 这钱是你的 拿回家呀 你再去比 哪一个更值钱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你注意啊 不过在这呢 这个货币之间的确是价值是不一样的 如果按照排序来说 哪一个更值钱 排第一的是英镑 这是价值最高的 因为它有一个价值比嘛 排第二的是欧元 排第三的是美元 排第四的是人民币 排第五的是港币 排第六的是日元 这就证明在不同的货币的计量尺度下 它的价值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这家公司是一个跨国的这么一个托拉斯大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跟全世界的各地的商人做生意 有用美元结的 有用欧元结的 有用英镑结的 有用日元结的 有用人民币结的 有用港币结的 各种货币都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它的币值之间是不具有科比价值 那咋办呢 你得把数据统一啊 我得人为的指定一个货币 叫登账货币 那么人为指定的这个登账货币叫计账本位币 所以说这里面什么叫计账本位币啊 就是人为指定的唯一的那个账上认可的登账货币 所有的其他币种叫什么 叫外币 你注意这个外币不是外国货币 是计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称之为外币 当出现这么多货币的同时计量的情况下 我认定某一个作为计账本位币 你比方说一般拿人币做计账本位币 那么其他货币就是外币 那如果我说这家公司在美国开的 美元是我用的最多的货币 我可以把美元作为计账本位币 那人民币就变成外币了 当出现外币业务时 你得按照计账本位币折到统一的计账尺度上 这样的话呢 咱们这个报告才能够汇总 才能对比才能分析嘛 这是为了统一口径 这里面你看一下 通常我们选择人民币做计账本位币 这叫通常 如果我这家公司是在英国 我的主要的这个结算用的是英镑 那么可能会算英镑做计账本位币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只能说一般是拿人民币做计账本位币 我国的企业 尤其是国内的 外商投资 这种企业可以选择某外国货币 作为计账本位币 他这说的是外国货币 作为计账本位币 但是应当提供人民币表达的报表 就是如果说到外商投的企业 可能人家的话呢 美元是主要的货币使用 他可以算美元做计账本位币 人民币就变成外币了 在这的话呢 你不管怎么说 你在出具国内报表的时候 必须折成人民币 这点要搞清楚 像国内报送报表 必须用人民币表达 来我再重复一遍 他这说了两层意思 第一个 当多种货币共存 挑选唯一货币作为登账货币 这叫计账本位币 其他货币叫外币 外币不是外国货币 我们一般来说呢 国内的企业一般是人民币 做计账本位币 其他货币叫外币 如果说呢 这个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开的啊 他可能结算用的最多的是欧元 他可以把欧元作为计账本位币 那人民币反而就变成外币了 但是呢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企业 你在国内开 向国内报送报表 你像商业公司这个 你要出年报嘛 你必须得表达成人民币 这是唯一的 就是报表必须要折成人民币 这个折的过程叫外币报表折算 后面会讲 来接着说刚才这个币值稳定 刚才币值稳定的前提是 你的币值波动幅度不大的时候 你可以假定它是不动的 如果它的币值波动幅度 非常大呢 比方说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阿根廷新上了一个总统 据说非常的左 也非常的右 在这儿呢 有说左的 有说右的 说法不易 反正这哥们呢 比较奇葩 人称阿根廷的特朗普 他是非常的严刑的 比较出位 在他的操作下 阿根廷的货币出现了暴跌 暴跌45% 我告诉你 这是特别可怕的 今儿是100块钱 对吧 值100块钱的价值 明天就变成只值55块钱了 它的波动幅度非常大 如果它的币值波动成这样 这叫严重通货膨胀 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应该怎么办 首先说严重通货膨胀 意味着币值稳定 这个事本身不成立 严重的违反事实 正确的做法 应该按照它的币值 随时的去调整 你的会计数据 这样玩的话呢 整个会计的数据 就没法稳定 没法稳定的会计数据 就谈不上加工传输系统 也就没法使用 这个企业的经济 或者说这个国家的经济 将会崩溃 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个假设不成立 要改用物价变动 或通货膨胀会计 这种会计意味着 整个的证据是不稳的 所以说呢 这个币值稳 国家才能稳 币值如果不稳的话呢 一旦执行通货膨胀会计 就意味着这个国家 属于动荡期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四个基本假设 全部讲解完毕 会计主体假设 解决的是空间界定问题 解决的是你的立场问题 你的角度问题 而持续性假设 解决的是正常经营的 背景前提假设 会计分期是人为分期 分段提供信息 达到实时监控的目的 最后一个货币计量 提供的是主要核算手段的 这么一个目的 这四个假设 为整个会计学科的建立 所面临的各种空间 时间 各种背景环境 做了充分的合理的界定 在这儿呢 是整个会计理论的基础中的基础 听懂就可以 下面我们讲解会计的核算基础 会计的核算基础 主要是全责发生制 对应的叫收复实现制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 全责发生制是根本 收复实现制只是一种补充 来看一下 企业的会计确认计量报告 应当以全责发生制 为会计核算基础 全责发生制要求 凡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 凡当期已经发生 或应当承担的费用 无论款项是否收复 都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记住利润表 这个词有一个词 叫应计制说得非常严谨 什么叫应计制 那等于说呢 该是这期的就是这期的 甭管它是收了钱还是付了钱 跟着没关系 来接着读 反不是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款项才当期收复 也不做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这个应计制在这儿呢 核心意思 我们在锁定每期的收入和费用时 要看它该不该是这期 应不应是这期 以此为准 跟它拿钱和付钱 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需要找题来展示一下 请看题版 比方说我们公司呢 租了一栋大楼 办公用 这个办公呢 租的这个楼呢 它是一个季算一次租金 每个季的租金是300万 按照说好的约定 它都是在每个季度初一次支付 比方说第一季度 季度初是1月1号 我们一次支付这个季度三个月的租金 一个季度300万嘛 按照全则发生制的观点 那你的租金300万 月月都应该有份 虽然说这个钱是在1月份给的 但每个月都应该负担租金费 平均一个月100万 对 1月份100 2月份100 3月份100 这才是全则发生制的观点 那就说全则发生制观点 它觉得我在认定费用时 我不要看它这个钱是什么时候给的 要看它该不该是这期应该归多少 你想刚才这个300万的租金费 仨月 每月都有份啊 一个月100嘛 虽然说这个钱是1月份给的 但2、3月份也有负担呢 这就是应济制的原则 全则发生制就这么一个观点 同样相反的观点叫收付实现制 收付实现制完全要看 这个钱什么时候给的 那就是什么时候的费用 这个钱什么时候收的 就是什么时候的收入 这是它的观点 按照这个观点 显然租金是在1月份给的 那只有1月份有租金费 2、3月份没给钱 那它的费用就是零 这是它的观点 这叫收付实现制 通过刚才对比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全则发生制是严谨的科学的 而且是有道理的 收付实现制非常没道理 没道理干嘛要说它呢 别着急 我们开始换另外一个例子 说这次不是预付第一季度租金 是预付第一季度的报刊费 多少钱呢 三块钱 我预付第一季度的报刊费三块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要较真按全则发生制 这个报刊费第一季度三月三块钱 是不是每个月是一块钱的报刊费啊 对 全则发生制就是一块一块一块 而按收付实现制 1月份支付的 那么1月份出现的报刊费就是三块 2、3月份没发生 报刊费就是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谁更合理 显然收付实现制显得更合理 为什么 三块钱 你值当的分呢 这里面你在提供会计信息时 要注意一个原则叫性价比 就是你值不值得费这进 你像刚才这个租金费300万 对吧 这么大的一笔钱 我有必要按照每个月算的比较精细一些 这个时候全则显得更科学 收付的话呢 明显显得是虚解历史 本身的话呢 它整个的这个事实出现了一些扭曲 但是如果换成三块钱呢 这事就不一样了 三块钱推少了这个钱 我不值当的按全则匹配 每个月还得单一块钱 你这一块钱够不够你的凭证钱呢 值不值得你费这么大劲呢 这就显得不划算嘛 而显然的收付实现制变成1月份就负担 三块钱的报刊费 二三月份没发生 显得更加合理 我想说的意思是 当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那么全则发生制显得更严谨 当这个信息不重要 甚至是非常的简略 在这个时候收付实现制 显得更符合性价比 来读一证 全则发生制 再来一遍啊 要求是 反当期的收入已经发生的费用 无论款项是否收付 都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记入利润表 凡不是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款项才当期收付 也不要做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这就是应计制 收付实现制是说呢 以现金 这个现金说的是广义的 广义的现金一般指的是银行存款 以它的现金收付为 收入费用归属期的认定标准 当业务不重要时 可以简化采用收付实现制 像刚才那个报刊费就三块钱 企业的话呢 可以简化采用收付实现制 所以说呢 收付实现制的应用 在企业角度这个应用 体现出这个信息不重要 出于简化的考虑 显然收付实现制的应用 体现了重要性原则 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原则的依据 不过在这呢 咱得说清楚啊 我们聊的这个角度都是企业角度 企业角度是以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收付实现制 往往是在解决一些信息不重要 简化时才用到收付实现制 所以说呢 从企业角度来说呢 使用收付实现 往往体现出重要性的考虑 那政府会计是怎么说的呢 政府会计里面它有个叫双会计 政府会计里面叫双会计 叫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并行嘛 它的预算会计 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我给你标这 来看这 政府会计是和企业会计对应的 另外一个行当的会计 人家这个政府会计指向的对象是 行政事业单位 就是咱们经常的考工的那个体制内 人家那个会计叫政府会计 政府会计它叫双会计 它要同时用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 对财务会计的话呢 依然是以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跟企业会计角度是一样的 但是在预算会计来说呢 是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 这个我们后面会专题讲 在这儿呢 应该在这个角度再去强调一下 我再重复一遍 企业会计来说 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收付实现制主要是作为一种补充 而政府会计呢 分为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 财务会计也是以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而政府会计里面的那个预算会计 它是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 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讲 在这儿你先记着 看一个考题 下列个项关于财务报告目标 和基本假设谁说对了 财务报告主要是提供 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相关的信息 没错 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 应当有助于外部投资人 做出经济决策 反映管理层受托生的旅行情况 没错 企业会计的确计计量报告 应当以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对着呢 法律主体必然是会计主体 也对着呢 这几个都对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有关会计核算基础的解析